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有人来挑战你 你讲的东西是经过检验的 而经过检验的东西 你就可以知道站不得住还是站不住 你可以吹到天下无敌 可是给人一碰就倒 很明显你的天下无敌是纸杂的 所以辩论是一件好事 我绝对欢迎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予于虑的去推广辩论 全辩也好 槟城的辩论 孙川大哥 槟城以前辩论是很糟糕的 我也不要拿credit 是孙川大哥他们厉害了 孙川大哥他们这一代人 这十多年来 这十五年来 投下了很大的精力 包括邀请我去办辩论营 去做讲师 去教导 去做裁判 这几年我比较少去了 因为比较忙 可是以前是跟他们一起做辩论营做裁判 结果槟城 尤其是槟岛 辩论风气大涨 然后出了很多名校 出了很多很强的变手 成绩也很好 以前他们都是 甚至连槟城冠军都拿不到 因为槟岛要跟威省争槟冠冠军 然后这几年是连赢连拿 都是槟岛在拿 然后去全国 以前都是第一轮就出局了 如果有机会去了 如果现在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有意说意 我对辩论是很推广的 所以辩论海啸为什么我会去参加 因为它可以推广 然后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也可以帮我的学弟学妹华文学会赚钱 我以前在华文学会在马大辩论队 我知道学生要找钱是非常困难的 要拿Milotein一间一间商家去找 那些商家是不要捐钱的 捐五块十块给你 你要他们捐五百一千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中学生没有购买力 而且你是国立 你是马大的学生 马大的学生购买力又更低 你是失利的 有驾跑车去的 马大是很少的 当然也有有钱人 但是很少 有钱人他们自己去出国 然后有钱人成绩一般也不会那么好 你穷你就会更努力一点 所以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他们很难办活动 那宇辉来找到我 宇辉也是不予虑推广了 不管你说他政治上做得好不好 但是他对辩论的付出是无庸置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借出我的平台 给全辩来直播 然后有辩论比赛要复盘 都可以来我的直播这边谈的原因 因为想要推广 那回到那一场辩论了 其实讲真的 我完全不认识是谁 我会知道Kelvin是辩论员 其实是宇辉跟我讲的 宇辉来问我谁那么勇来找你辩论 我就讲Kelvin 我截图给他 看独有截图给我的 然后我就问宇辉 他是辩论员 为什么敢来挑战 我宇辉讲 我没记错 他是UCSI的辩论员 就是一所私利大专 我才知道 然后讲好像他有当辩论教练 但是Kelvin自己澄清了 他没有当辩论教练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当辩论教练 辩论教练不是说真的去教别人 比如你学长带学弟 像我就是马大的教练 我可以挂出这个名号的马大教练 因为我们马大学长 自动毕业了就升格为教练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他讲没有就没有 我们当然是相信他 这场辩论 当然大家有很多的解读 有的讲我赢 有的讲的输 有的去骂Kelvin 有的来骂我 但是我在这里重申 输赢不重要 讲真的 这场辩论最主要是传达看法 当然你说要为了流量 我肯定不是为了流量 我自己的流量是很高的 我不是为了流量 像Kelvin的朋友 像阿药 本来要做主持人 我也不懂他是谁 Kelvin讲要找阿药的时候 阿药谁来的 他跟我说起药 我后来他才知道 他是洪耀的弟弟 洪耀我就认识 洪耀他来槟城比赛的时候 好像几年前 他还在马大读书的时候 我作为马大的教练 当时也有见过他们 包括洪耀还有一位姓张的 我忘记什么名字了 在这个Kelvin 也有一起做过影片做直播的 那个也是我的学弟 所以阿药我也不认识 像有人也有截图给我说 阿药做了一个影片 讲Kelvin输不用紧 赢了流量就足够了 他整个影片都在讲这一点 完全没有谈到辩论的论点 然后就轻轻带过说 阿药输了不用紧 只要赢了流量就可以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为了流量 为了商机 为了赚钱来找我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这个行为对于国家有利 像我讲辩论是好的 我都会接受 但无论如何 你认为阿药赢 不是阿药 Kelvin赢Kelvin输 认为我赢过的书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传达看法 如果为了输赢 我去参加这个辩论是为了输赢 我是不会接受的 我赢Kelvin有什么好值得开心的 我至少在马来西亚 算是置地有深 有一点地位 不管在辩论界 还是在时评界 我写了十多年的文章 上了几百次的电台 电视台 几百次不是开玩笑 我普通人上一次就可以吹了 我上了几百次的电台 电视台 而且不是一家 马来西亚的电视台 我几乎上完了 商业电台 因为我有合约 有些商业电台我不能上 但是功利的 私利的我都上几百次 然后我写了几上千篇的文章 我又拿了两次辩论海啸冠军 我赢Kelvin 我有什么得着 我又不需要流量 我自己的直播都有这样子的人数了 所以我为了输赢 我不可能接受Kelvin的邀请 如果我不小心输给Kelvin 那我就很丢脸 我赢了我什么都得不到 没有什么挣扎 那我为什么还要接受 就是因为不是输赢 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你一直来抨击我 讲我讲错的 那我就给你机会来证明我讲错 到底是谁讲错 我们通过辩论来决定 所以Kelvin来邀请我的时候 我在写文章 他还没有邀请我 是我写了文章 五点那篇文章 他才来邀请我 我在文章里面就已经讲了 不要讲辩论 你来邀请我 讨论就可以了 辩论我怕我占你便宜 我不喜欢占人便宜 我不喜欢占你的便宜 我在文章就已经写了 包括Kelvin来找我的时候 我有一说一的 你可以去问Kelvin 要我截图也可以 不用挑战我 我都是有一说一的 我在里面也跟Kelvin讲 其实不要这么拘谨 不用定这么多规则 讨论就可以 不用什么时间限制 你讲你的看法 我讲我的看法 然后我们互相讨论就可以了 但是Kelvin要辩论 整个辩论 从赛制的选择 到规则的选择 到变题的选择 到主持人的选择 到用什么平台 我全部都是给Kelvin决定的 最后用我的平台 然后用Apple做主持人 最后是用我的平台 跟Apple是我建议的 是因为像我刚才所讲 Kelvin他找的人 要不得空 然后我就讨论他 他讲OK 那我就去问 刚好他又得空 也谢谢Apple 然后平台 因为用我的平台 我是把我的账号交给Kelvin 我坦荡荡的 我不怕 我直接给Kelvin 登录我的streamyard 你可以问Kelvin 你看我多么光明磊落 Kelvin还怕得要死说 等一下我还要再登录 再退出 要删除 我讲没有问题 你登录 你之后就不用再跟我拿密码了 你可以直接登录 我不担心 反而他担心 我讲用你的也可以 但是你应该也要给我这样登录 来令我的账号 我也不会 我就是用这个streamyard 罢了 所以他用的好像是restream 另外一个跟streamyard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他最后决定用我的平台 连辩论比赛的图 那个poster宣传图 都是他做的 都是他做的 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到8点多 而且这边分享一个小事情给大家 然后我迈克大哥 小明坦克都知道 他也是铁粉 也是我的大哥 也是千万富翁 是lobby的老板 lobby下时采访我的那间餐馆 非常好吃 如果你在大三角 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那天辩论的时候 8点半的时候 迈克打电话给我 问我法律的问题 谈了十几二十分钟 他第一个打来 你得痛吗 有直播吗 我就讲 底下我有直播 他就讲 那你可以谈一下 我有很重要的东西 要问你法律的问题 我讲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他就问了我很多东西 讲了十几分钟 法律的 这个当然不宜公开 后来 他有看我直播 他知道是辩论 他第二天就跟我讲 原来你昨天是辩论比赛 你不用准备的 这么我打给你 你还跟我谈到9点 我讲有什么 我都没有准备 Kavin挑战 也不是挑战 邀请 他一直说是邀请 不是挑战 我就说我不用准备 所以什么日期都OK 日期是几时 也是Kavin定的 我说要就今天 因为明天 我有跟Berset的直播 已经答应了 拜四我有直播 拜三我要休息 拜六礼拜我是陪孩子 拜五有新生活报的直播 如果今天你不要 那就要下个星期二了 Kavin自己选择今天 全部都是Kavin决定 包括变体 承认 Kavin自己那方承认 政府越来越保守 我还好心 我跟Kavin讲 你要承认政府是保守 我以为你认为政府很好 没有保守 没有 我同意政府是保守的 我会讲你自己选的 其实你对我而言 你选择 你的立场是政府不保守 我也是一样打 对我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对你 我担心会有差别 我不要占你便宜 所以我有一说一 我全部都交给Kavin去决定 我就是单方面接受 结果就是这样子 有人跟我讲 Kavin投诉麦克风不好 他9点15分我们测试 他的麦克风没有声音 这个是他那边自己setting的 他也登录了我的账号自己setting 不懂为什么他弄不到麦克风 他也没有去尝试去改 他直接说算了 我就用回我原本电脑 还是他的device的收音 然后问我们清晰吗 清晰那就开始了 你看下司他也是用耳机 结果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卖 我有一说一 我不需要任何一分造假 如果Kavin有在 可以证明我讲的东西是真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从来不挑战人辩论的原因 我从来不挑战人辩论 因为会给人觉得我在欺负你 红律师你很会讲 你就来找我辩论 我不会讲 可是我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肯定很多人会这样认为 所以我从来不挑战人辩论的原因 就是如此 包括辩论海啸 这样有曝光报纸会报道的事情 我都讲我不要参加了 宇慧还一直叫我参加 我也是直接跟金跳讲 我不参加了 金跳的大哥还跟我讲 你不参加我们就不赞助了 他们也是叫我参加 所以我有一说一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然后当然这场比赛之后 很多人讲 很多人去笑Kavin 笑Kavin说 甚至有人截图给我 红律师你看 说Kavin是小学生程度 中学生程度 然后讲普通人也可以辩认他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重申一次 辩论是很专门的一个事业 或者是很专门的一个feel 很专门的一个领域 你看Kavin打到这么糟糕 输到很惨 是因为飞战之罪 飞战之罪 可以是他准备不足 可以是因为对到我 可以是因为他 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不是因为他本身比你们还糟 不是 普通人没有接受过正统的辩论训练 90% 不会100% 因为有一些天才 有一些天才 但是90% 上台是连一个正常的语句都讲不出来 会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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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以啊哈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然后很难流畅的输出 更不用说被人挑战的时候 你要组织语句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看Kelvin表现好像不好 你以为他很糟糕 不是 任何普通人去挑战他 都会给Kelvin掉打 我直接说 他那天表现不好 我当然也没有觉得他表现不好 但很多人这样子讲 这个是非战之罪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Kelvin真的很差 他至少是学受过系统性辩论训练的 当然他强不强 我就不予评论 大家自己去评论 我也不会去说他糟糕还是怎么样 还是很好 大家自己去评论 你需要说我表现糟糕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就是论事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很多人说 洪律师你那天打到像在法庭一样 你好像在盘问证人一样 洪律师你是律师 你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你不公平 你对Kelvin 其实这样子讲的人 就是对辩论比赛的无知 你可以去问Kelvin 我当我有没有触犯 任何的辩论规则 为什么我当天一直问 Kelvin你知道规则吗 因为第二个环节 就是自询环节 这一个自询环节 是从台湾那边来的 你看台湾的政坛也有自询 他们的部长是要被自询的 部长被自询 只可以回答问题 而且对方是可以任意打断你 你逃避问题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的是这个 你回答 他讲了很多 没有 你没有回答 你停 请回答我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反问 或者是逃避问题 议长是可以处罚他的 现在台湾打架 就是因为要提高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国民党 想要提高议长 针对这些逃避问题的官员的处罚 现在只是请告 或者是罚一点点钱 他要提高处罚 所以民进党不同意 但民进党又没有人数 所以就阻止 所以自询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法庭式盘问 法庭式盘问 所以辩论规则 本身就是要法庭 所以很多人说 洪律师你打到向下法庭 其实是称赞我 就是称赞我 我这个法庭式辩论做得很好 法庭式自询 法庭式盘问做得很好 所以本来就是如此 本来就是如此 你是不可以打岔的 有人讲我打岔 Kelwin 那个不是打岔 这是规则 这是我的权利 所以你看我问Kelwin 你知不知道规则 要我解释规则吗 Kelwin讲不用我知道 OKOK我stop 的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这一点要给大家知道 不要因为你的无知 你就认为 我好像欺负Kelwin 或者是我没有遵守规则 其实我恰恰是遵守规则 而且这一个规则 是Kelwin定的 自询环节是Kelwin定的 辩论比赛有很多不同的赛制 有些有自询 有些没有自询 尤其是早期马来西亚的辩论 是没有自询环节的 大概在2005年左右开始 自询就流行起来 因为你打自由变 对话很容易逃避问题 可是自询是可以直接检验你讲的东西 所以就从台湾引进进来了 所以这边给大家知道 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人说洪律师太凶 其实有看我 我那天根本就是普通 包括在我直播讲的语气就是如此 你去看我辩论海啸 比这个还凶 但是辩论海啸有凶吗 你不要看我 你去看秋画 你去看嘉宇 一位大美女也是辩论很厉害的 USM的辩手 全辩的决赛 她有做裁判 她的外号叫灭绝师太 你去看她自询人 你去看她对话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凶 所以这个是辩论厂商很正常的 你去看辩论海啸 去看全辩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 你觉得我凶是因为 你的无知 我讲话很直 你被喝到也不管我的事了 确实是你的无知 这个是正常 政坛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你不知道 你才会觉得这是错误 但恰恰 这个是真正的事情 这是应当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之后会放出 跟尼可敏的对话 他问我问题 其实问问题 他只可以一分钟 可是他问了两分钟半 有看到的读 有发个五 那个影片现在也七万观看了 在我的YouTube七万观看 在我的Facebook好像五万观看 非常高的观看人次 你看 当时我的讲话的激昂 也是如此的 也是如此的 讲到这一个 我就顺便讲一下 像那一个影片 当然很多人说我回答的好 但是有少部分讲 红律师离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要讲的 辩论其实思考的是 大家思维的模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像我回答尼可敏的那一个问题 有人会觉得离题 你觉得离题 其实是你自己听不懂我的答案 尼可敏讲 不能吃猪肉 割包皮 Blackpink不能来 回教党 执政就会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不要跟巫统合作 来抵挡这个绿朝 你叫我不要跟巫统合作 就是给绿朝做政府 就是给这些极端的做政府 这个是尼可敏问的 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而且我不能超时 因为他是部长 宝怡不敢打断他 但是宝怡一定敢打断我 所以我只有一分钟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例子去跟他谈 所以我直接把他的话重新包装 这是一个辩论技术 我直接重新包装 对 伊党是很烂很糟糕 他是废的 他是错的 我们要阻挡他 他是火 你 尼可敏你认为 我们要灭这一个绿朝的火 我们要用回教党 回教党是水 对你而言是一个工具 可以灭火 所以只要我们灭了火 我们就可以听blackpin 我们就可以吃猪肉 我们就不用割薄皮 对不对 所以我站起来就跟你讲 你这样子是提油救火 回教党很烂 他是火 我同意 但是你认为巫统是水 要去灭火 你大错特错 巫统不只是水 它是油 你拿油去救火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火会烧得更大 绿朝会更旺 所以我讲 部长你要看清楚 学长 我叫他学长 你要看清楚 不要天真 巫统不是水是油 那是我一分钟回答的核心 你看尼可敏一问完我 我没有时间思考的 我一秒钟就要站起来回答他 所以我可以回答出这样子的答案 我自己是很满意了 当然你问我 可以不可以回答的更好 是可以 但是没有那个时间准备了 所以会听的人 会思考的人 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这一个回答是郑重核心 而且是中子弹的 回答到你玩玩 把你的基础都推掉了 我也怕不能吃 不能吃猪肉 我也怕割薄皮 我也怕不能穿短裤 可是你叫巫统去抗议党 是错的 巫统自己拿不到票 而且巫统会把你弄到保守 让绿朝更为绿朝 你看 这个是一年前的辩论 这一年来 是不是证明我当时 多么有远见讲的东西 KK Mark事件 包括底下我们要讲的 MARA UITM事件 是不是证明了 巫统的保守 巫统的绿朝 巫统在阻碍马来西亚改革 我一年前就已经看到了 你现在过了一年 你一年前看不到 我不会怪你 很多人讲 洪律师你很超前 包括之前我骂安华的 刚组成政府的时候 我骂安华很凶 你这个那个是 totally fail的 还记得吗 很多毒友说 洪律师你过火了 给他们机会 我说没有 从一开始就错了 这个错要纠正过来 一年之后 这些当初骂我的人 回来讲洪律师 我知道你为当天 那么生气了 那个一出来的时候 陆兆福一讲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就算不做官 也要给安华做首相 你怎么会这样生气的 我认同你了 我是看得更远 看得更长 我从当时就看到 这一个货端 你到现在还看不到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所以就在这边 当然那天跟Kelvin的辩论 我不评价Kelvin 但我可以评价 我自己讲 你说我有辩得很好吗 也没有 因为我没有准备 所以我自己有听回去 我是觉得有一点乱 我是觉得有点乱的 也不是觉得 是事实就是乱 很乱 但是因为我的口条 因为我对 我习惯了 所以即便烂 我可以用我的话术 即便乱很乱 我可以用我的话术 把它重整 给大家听起来 不会那么乱 所以就是如此 如果我有准备 或者是我花多一点心思 我不要接Mike的电话 多半个小时准备 当然可以打得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所以情况就是如此了 当然 其实我那天辩论所讲的东西 像我讲伟人大哥 讲 洪律师你浪费了我一年时间 我听你这一小时的辩论 就是你过去一年讲的 你明明一小时可以讲 你要用一年来讲 当然他是讲笑了 我不可能 我现在是总结 过去一年 我是针对事项来分析 当然他是开玩笑了 可是我讲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 之前我有分析过的 我没有变换任何的立场 所以这些人烦我 讲我讲错 你来挑战我 你是很难挑战 挑战不到 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expect更多了 我不知道Kelvin是轻敌 觉得他可以赢我 或者是他已经了解我的东西 他可以打赢我 或者是他的例子很好 他的论述很好 他的技术很好 我不知道 我不评价他 可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他当天是有点拖大 第一他很拘谨 虽然他说他没有拘谨 但大家可以看出他很拘谨 像这样子的网络辩论 你要放开来打 因为你要说服的是听众 你不是说服裁判 你所谓的技术 那些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讲的东西 有没有力 所以你看他很拘谨 就用正式辩论比赛 对我而言 这个态度是错的 态度是错的 我们是来探讨课题的态度 然后第二 他可能觉得我很弱 所以没有真正对我的讲法 我的讲法是一样的 当然我的例子 可以变来变去 因为太多例子 他没有准备好 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 但我不知道他自己的评价是如何 我把那天的东西讲出来 还有一个东西 我看到一个留言 也是我觉得要讲一下的 我回应这些留言 不是代表我很看重这些人的留言 并不是 是这个留言 我觉得可以启发大家 我谈一下可以启发大家 我就去谈 这个事情能不能值得讨论 才是重点 谁讲的不是重点 这个是我一直所说的 有一个hierarchy of什么了 就是反驳 review hierarchy of review 这样子的一个pyramid 我之前有讲过 不要针对对方的技术 对方的口条 对方的身份来反驳 针对论点 针对论述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看到这留言 有人说 洪律师其实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你讲话很嚣张 你讲话很 好像自己很厉害 是不是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留言 所以即便你讲的好 你讲的有道理 我们也不接受 我的回应是什么 屁话 从来我的态度不是一个问题 我没有觉得我嚣张 我是有一所一 我不掩饰我的情感 我不说谎 我不夸大也不缩小 我不妄自飞 也不妄自尊大 像我讲 我讲18 我有18就是18 我不会讲我15 不会讲我20 你认为我有18是好恋 是因为你没有18吗 这个不是我的错 难道你要我说谎吗 我不是因为好恋而讲 或者是觉得很厉害而讲 我是因为他是事实而讲 同样的在这个也是如此 像这些人觉得 我不听你讲的 我不接受你讲 即便你讲的是对 是你态度错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骂后门政府 2020年喜来登政变之后 我骂慕尤丁 骂沙比利 可以去看我的直播 粗话满天飞 生气到拍座纸 记得吗 大家 我以前骂马华 骂纳吉 更为够立 我的态度是比这个更为糟糕的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讲同样的话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时你们认同我讲的东西 所以就觉得 骂到这样凶是应该的 我骂我会更凶 有些人还上来一起跟我标出话 对不对 现在是因为你换了立场 就换了脑袋 我骂的是你支持的人 即便我没有那么凶 没有这么大声 你还是觉得 你看你看 就是你这个态度 我不接受你讲的 即便你讲的是对的 其实是你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 把这一点分享给大家 我骂马华 我直接讲 骂纳吉 骂国阵 骂杀亦 骂慕尤丁 骂回教党 我的态度是更凶的 我骂撒农西 我还记得我在那边有一个直播 骂撒农西 还要断冰成水的 更上脑 可是为什么你不觉得态度过分呢 所以这个是你的问题 其实是你 你就是不喜欢我 你想要找理由来不喜欢我是很容易 红律师长得太帅 像我讲 红律师长得太帅 我就不喜欢他 也有 对不对 红律师有钱 我不喜欢他 当然我没有钱也没有帅 我是举个例子给大家 你要 你先有结论 你才找例子 才找理由 这个是最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洗地人也是 想要为政府开脱 要找理由是很容易的 你的老公打你 你的老婆打你 你要为他找理由是很容易的 随便我都可以找一百个出来 但是这个是错的 我们要就事论事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吧 没想到讲这一个课题 还这么多人已经4900位 已经要破5000人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